温标的换算 温标有三种 摄氏、华氏跟凯氏温标 其中凯氏温标在高中才会学到 水在冰点的时候摄氏是零度 华氏32 凯氏温标是273.15 在沸点的时候摄氏100 华氏212 凯氏温标多100个 373.15 如果在某个特定温度的时候 旋柱上升的高度都一样 这个刻度是人尾定出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比例关系 来做这三种温标的换算 这边有100格 这里也是100格 这里是180格 100格里面占了T格 100-0 占了T-0 在凯氏温标 这里是100格 占了T-273.15 而华氏温标有180格 占了F-32 这里我们看这只小手 如果用水来当温度计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看这个图 重坐标体积 横坐标温度 水在4度C的时候体积最小 所以4度C以后是热胀 4度C以下是冷胀 所以水在4度C附近的时候 温度会测不出来 因为会热胀冷胀 所以我们看这个温度